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个《芒向编辑部》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0年11月29日星期日的早上时间 今次继续,又是我许刘山 还有《芒向铁人》1号,加拿大加铲生 各位网友好 另一个《芒向铁人》,刘西兰,宜德台仰 大家好 记住赞我们这段影片,留下留言 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 正向报《晒冷气3》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赞赞 还有澳洲《红仔饼真bc》也在 你好,大家好,徐氏珍的好 多谢大家支持,也要补充一句 多谢各位网友 之前听了我们的呼吁,真的帮帮忙 我们被有组织有目的投诉大检议之后 我们的情况多谢大家的赞赞和订阅 令到情况可以说是平衡一些 不过我们仍然处理着 不过就不用像之前那样,情况那么紧张 很害怕漏了 漏了是相当麻烦的事 没有逐次的解释 或者做回不同的手组 这个真是多谢大家的支持 记住,也不要停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 还没订阅我们的频道 就是按下订阅,也要多谢大家 还有《正向保持冷协》也就是了 或者回来,赞一下其他影片的朋友的留言 给个赞,给个赞,给个赞,什么都好 多谢大家 你说按下就可以了? 是的,真是这么简单的 大家支持一下就已经可以了 多谢大家 再一次多谢大家 还有要多谢 龙眼姐 不知道是不是她的 打小人的威力 OK 这个不是到位迷信 多谢你们 有心 特意走到鹅颈桥 其实龙眼姐她就说 其实打小人都是奇事 其实最重要是帮我们祈了福的 哦,这样 龙眼姐 人很善心的 都是祈福是主要的 这么说的 多谢大家 是的,因为我们近这个月都忙了 我们要处理 盲向那个善事 就是做善事的行动 都懒惰了 这个是我的责任 这个不是其他支持的责任 我会尽快处理的了 到时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有些新一种的做法来的 我们都想尝试一下 帮一下人 不如好了 这个计划算不算是帮人呢 就是这个BNO自民计划 就是越来越近了 因为我看到有些 不同的媒体 就是说有些年轻人 又打算存钱买房 又想想一下移民 不过我们刚才开始存钱 都有些这样的个案 就是这个BNO方面 究竟会怎样呢 看回一些官方的数字公布 相当厉害 这个真的是英国方面 他们的媒体透露 自今年开始 6月 BNO的新领人数 已经是急升了 去到年底 今年年底 还不是很久的时间 说那个BNO持有人的数目 将会突破73万 看见到数目都吓了一跳 比较起于今年的2月 已经是暴增了110个百分 厉害了 英国的外交部 预计就会有20万个 持有BNO或者合资格的人士 就会选择由香港移民到英国 现在英国给了一种另类的方法 令到香港有一部分人 疑似觉得这样就叫做移民 就觉得 哎呀死了 香港现在他们说的 香港好像很乱 是不是申请订本BNO也好呢 很多人就无端端又找DHL 又这样那样 因为资料要寄出去 所以搞搞搞搞搞 有很多事情 哦不要想那么多了 一千几百 申请订先 拿回订先 有个保障 所以突然发生激增了 我们在计划 原来BNO的价钱是怎样呢 如果你用一本 有十年效期 有34业和50业的分别 我当你最基本盘 就是34业 你再加上油费 19.86 英镑计算 34业的就是86元 就是基本盘 成舊水 多一点 英镑一本 算回港元 当你打尽 一千元一本 哇 只是 申请BNO这笔钱 已经是73亿了 好夸张 印保仔已经赚73亿了 是啊 之后下来的那些钱 不是有时间赚 没错啦 你先想想想 昨天我们也说 好夸张啊 那楼 哎呀 住在伦敦真是好啊 studio也好啊 感受Royal family的那些气息 那你走去白金汉宫那里都可以的 是不是 那里有空站下看换兵还是怎样的 可以说一下白金汉宫有一次 大家很喜欢看换兵的 是 我试过一次 就是不知道 拿着两袋 我以为 我以为是 其实我不是打算去看换兵的 只是在那里等人的 后来有些人就以为 我在那里看 因为我和几个人一起在那里等的 他就以为我们在那里看 等看换兵的 他就问我们是不是等看换兵的 但是他看到我们华人的样子 那我们很累了 又没有回答他 那继续坐在那 看着前面的白金汉宫那些 因为你看到他们就好像 真的想 上落班的那些还是怎样的 之后就越职越多人 到差不多 好像隔了半个小时 有千多人在那里聚集 等看换兵 然后到最后 只不过 是 又不会说有暴粗 没有什么 只不过有几个人在那里交班 然后大家都去 然后就走了 笑死 你都可以感受一下 那个皇家的气息 还是怎样的 其实你到处都可以看到 那个皇冠头的标志 那么就说一下 你想一下 73万本 现在我觉得他 会不会低估了呢 因为香港那边 好像说 有些人说 有过百万香港人会走 这样 他加上拖男大女 一家大小 你想一下 他们一再数 73万本 如果一个一个 Family 走的话 还得了呢 香港就不见 不见了四分一人 哇 他们说得这么夸张 他们就是 不过很实际 拿了很多 香港人心态会这样的 有个保障先 就是拿了那个 拿了先 是吧 反正成本就不是很高 就拿了 拿了一本 就当是 买了护身符 那样的 救个安心 那样的 觉得已经是自己的救生艇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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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候有什么事呢 买了机票就立刻飞过去了 其实 好到实了 你看看香港 扩俊已告诉你 香港的地产 香港的地产不倒了 其实也好 大家就住得很开心的 不是啦 因为地产是 大部分人的根基 每个人都需要一间屋 那间屋就这么贵了 所有资产就建立在那里 你说要把这间屋 拔走它 飞过去英国 要下这个决定 我相信 那些人是 都不容易的 能够下这个决定的人 我个人认为 就不是太多了 始终都 但是你不能够排序 有些人身上有两个钱 但是又很想去英国的 有些人就是这样 死定了一变境 那你就帮不了他了 所以刚才阿珍必思 说了那个数出来 就想想 如果有20万 如果有20万个的话 每个人在英国来着贡献 那时候英国不是说过的吗? 你要基本盘有住 就是有半年 可以在英国撕到半年的钱 看到你的户口 才可以给你过来 是吗? 如果你要计一计的数 如果每人在英国 我当每个 带 不太多 带 10万或者20万过去 在那里逢了 工又找不到 生活又搞不定 不是个个都像陈家驱那样 是吗? 我搞不定 Patreon 可不可以捐一些钱给我 让我做个签证也好 那些 不是个个都像他这样 都伸个娱乐神奖出来 都可以的 如果那些 过去住了一段时间 搞不定的 或者搞不定的 回来香港 哇 就想想这笔数 都是天文数字的 那就是呀 一千元 一千元到一本 都是这样的 你说想想 如果有20万人过去的话 每人扔10万过去 都不得了了 就算我还觉得有点傻傻的 我看到网上说 哇 十几万磅一间楼 就是那些 远一点的 真的有的 不如全家人借钱去买 反正有得住了 是吗? 哇 哇 十八万磅 有些很便宜 这些区里 你知是一般的 十八万磅 老实说 换回港元 如果你不知道 就不知道 一百八十万港元 是不是很便宜 我可以真心地说 听上去 是啊 其实有一部分 他们可能 那个袋 不是没有钱 就是不够在香港 给首期 那他们会觉得 咦 不如趁这个机会 去英国一炮过 可能买个小小的单位 重新再来过 起码可以一边 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一边 重新在这里 再出发 那些这样 他们想得很美好的 他们觉得自己一定行的 还有可以说一下 之前 帮我搞移民公司 我都问他 会不会多了人问英国 英国移民 还是怎样 他很老实地跟我说 因为大家聊聊天 大家有时候都挺朋友的 不知多少 什么BNO 通常都耍走他们 BNO 不用问 不用找移民重界 自己买机票飞过去 就是了 BNO 是不是 他们觉得自己很厉害的 台湾这个就是觉得 我又不是拿着很多钱 台湾这个心态 很正常的 觉得 我又不是太多钱 我买了机票 我过去搞了手续 那就行 那就过去自己 寻找自己的新生辈子就可以了 不是呀 他们觉得自己的BNO移民 有一部分很巴士币的 这么假的 对呀 大家要问就是 你有没有什么package 帮我 申请文件 我计定他 没错了 帮我计定他 或者帮我打算怎样搞 你帮我做什么文件 帮我过去到 申请什么医疗啊 小孩子读书啊 还是怎样帮他 帮我搞得很好 看看 钱不是问题 是有问题呀 他们觉得 有很少钱 就可以做到这件事 有没有这些package 要serve他 什么的 便宜点你吃 蛤 你们都没钱的 还要 你问我 如果他跟你说package 可能要10万港元 蛤 假设他跟你说10万元 可能你当你5万8万左右 他们会说蛤 怎么搞错呀 我申请那个签证呀 五年签证和医疗那些 一万元都不用呀 你收我这么多钱 怎么搞错呀 所以那些移民公司说 一听到BNO那些 都说不好意思 我们没有BNO的package服务 那么就撒走他了 嗯 就是 很记得有一张照片 就是有位女士 对着防暴警 高举她的BNO 很凶神恶实地对着他 我高举那个BNO 你够胆来动我 我英国人的 你搞我 对吗 对了 你计算这条数呢 如果真的有20万人过去 他们在英国逢10 每人逢10万元 逢10万元就走 搞不定就走的话 其实那里已经成了200亿的了 那就是困了你 吃了你那些 其实我是这么看的 他将脱欧赔钱和损失的那条数 都推到BNO那里 至少帮补一下 不敢说可以全部行 而且现在最大事的是 他有很多做低下劳工的人 想着 以前你欧盟那时候 有很多低下劳工的人去了英国 现在见到你英国这样 他们是会撤出英国 要找人去填那一阵人 他计算那条数 不要告诉他 真是填你香港人一阵 是的话 过了他那帮人很麻烦 就是计算他就 他要我顶我 我怎样顶低下劳工一阵呢 他做洗厕所 例如做什么呢 什么 没有一杯洗厕所 洗厕所 洗厕所的 如果公务员 公务员 我大量招聘公务员 专做清洁工的 都不会让你做的 问题是现在英国多少人失业 很大事的 可能滑下淤泥的那些 泰晤士河 你这么喜欢泰晤士河 泰晤士河 真是好正啊 说句老实话 下去滑淤泥啊 他可能觉得很正啊 哇真是开心啊 起码不用 我宁愿在这里滑淤泥啊 都不想面对警报 被人打 太不适合了 快点叫别人吃香 吃泥啊你 他们觉得很开心的 其实呢 如果当香港的驻英国领事 见到可能他会 叫一些 就是类似以前的西文井那些 在那里做的那些人就说 你给我看看呢 翻译回来给我听 香港人对于 而这样去英国呢 有什么消息 什么啊 过来摘橙都很开心 哈哈哈哈 那么快来吧 过来搬薯仔 一箱一箱搬 说他都很开心 他们那边就是 Are you kidding me? 哈哈哈哈 没什么的 香港大鱼 喂你香港大鱼大肉的哦 有得吃 有得吃唐餐的哦 你在这里日日 fizz and chips 行不行啊 英国都有唐餐 哎呀不是呀 人家吃的烧鸡就在超市买 哦是呀 其实就没那么差的 我相信 我都去过 怎么都会有一堂人铺的 可能 他住 那我就不知道 我没住过那些地方 我其实我住最荒谬的地方 都是 白鸣汉 但是已经是大城市来的 就是大城市来的 那就是好像这样 你看一下我现在用这个图 金筍啊 哈 有一帮香港人说你过来挖金筍 你觉得很开心 哈哈哈 要挖下山下山 撥泥啊 哇 哇好漂亮啊 英国的金筍哦 好香啊 哈哈 那个都不是你吃的 哈哈哈 小确幸的嘛 是吧 你喜欢小学 小确幸 小确幸自己的店铺子 他们没有哦 哈哈哈 不是哦 有些 有些人说我们去 我们去到那些餐仔 开一间餐馆仔 都行哦 是吗 啊 他有些 那些什么农夫市场那些 都是这样的哦 是自己开的车来 就是把自己的农产品 踢在那里 这样买的嘛 买一下蜜糖啊 买一下果酱啊 他们可能觉得这样呢 哎呀 我们都行哦 啊 不过很老实啦 他们可能见到你 他有鬼那么大块地种东西吗 又不懂做劳夫 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 我以前做cherry farm啊 我 我曾几何时想过 哇 自己做了那么多年 不如买了它来做啊 因为很便宜 放得那个老板 也不好 那么你担心那些天灾人 到时就请不到人啊 很惨的 不要了 对着龙泉在那里哭啊 用眼泪去灌溉龙泉那一次 那他们很开心啦 现在我只是想着嘛 哇 就是呢 就是每人扔 你想想 我觉得其实20万呢 可能都真的 有机会会有的哦 借啦 叫三万借 不是哦 百多万 可不可以 不知道可不可以 老赵应该不会那么好死 那么容易借到给你的 我想 没什么代价 你想想那帮人呢 他们过到去呢 他们去到逢的那些钱呢 用在一些可能生活的必须品啊 超市啊 申请的手提电话 那些户口啊 买下一些小的东西啊 其实这200亿呢 射进去这些叫做 就是不要说高端啦 一些不同的各行各业里面呢 其实都不错的哦 有些可能甚至买一辆二手车啊 有些可能有 买部电脑啊 装个宽频啊 弄个WiFi啊 到处旅行吃一下东西啊 然后吃吃下又找不到工作 到最后那天走啦 就是等于有些像那些人 Working holiday的那些 就是某一段时间你找不到工作 你唯有要撇的了嘛 那我看一下那些 所谓百名海的卖楼说过了 18万英镑起 布行两分钟不到中国城 那你一样想着去中国城 哈?中国城? 有没有香港城啊? 那些这样的 糟糕啊 通常这几年去那边的 真是的 都是内地国语人多 你去到 可能到时候找不到工作 我们现在有个现象 不知你那边有没有 其实有些所谓传统的 看上去是 Traditional的 就是唐餐 唐餐一杯的广东菜呢 现在那些上一代人 卖出来呢 就是有些 第二代他不肯做的嘛 对不对? 卖出来的生意 都是一些国语人接受的 你吃唐餐 你可能干炒牛肉 都是吃 你都这样跟他说普通话 不好意思啊 是有这样的现象的 是有的 做那些侍应 就是不过 不过那个味道都是 可能里面的厨是 现在是说港洲人的多了 暂时 是 是 他们就当了那些什么唐人街 什么伦敦旺记的那些 大家知道旺记是谁吗? 出出名罗人 是 出出名 太度差 野食就 哈哈 哈哈 你怎么回事 是啦 有些 有些 压差在那里坐在那里吃的 有时都见到 是 是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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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 订用 走去吃的 是啊 被骂了 怎样夸张 那些 有些黄人的卖楼说过 白铭 英国主要的制造中心 其实现在 世界最大的 最大工业城市应该说曾经两个字 世界工业革命起步的地方 是伟大的白铭这个城市 他说汇丰银行 有几多个崗位 德意志银行有几多个崗位 巴赫来银行 关你什么事呢? 你去做不到这些东西的 然后说 哈? 被称为 英国的抵特律 那就惨了 美国抵特律 哈哈哈 你有没有看那个什么 英国抵特律 罗马克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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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飞起了 是啊 不是 几年前 几年前有的 我看见抵特律是翻车 因为有 有些中国的企业 去进驻抵特律 汽车企业 有没有啦 那你又要对 如果真是 仍然都是这样啦 就是 你又是要对着那些 讲国语的老板 去叮叮一注 还好笑 英国二号线HS2 其实2026年通车 刚刚是你5加1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白明岸坐49分钟 去伦敦上班 那五年怎么说 我没说 他说除了 白明岸在中转站 除了可以选择去伦敦 还可以选择去曼徹斯特曼·列斯 那里上班 不如说 白明岸将会成为第二个伦敦 那就可以了 白明岸以前的老板 就是杨家成 就是香港人 对啊 他真的有声 坐在家 坐完没 是的 那么大话 你不是想学他 真是笑死 我们接着等一月的时候 究竟有多少人说要走了 很多人说为了个小孩 一定要走了 其实香港有这么大问题 现在这段时间 他们所说的什么警暴 又说什么法治 又什么国安法 就是他们所说的这些问题 当然香港有本身的问题 但是他们所说的问题 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全部都是幻想出来的 不如这样吧 我们这次暂时在这里 我们拭目以待 BNO的人 未来应该多些人买劫 好了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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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